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我利用暑假的时间去服兵役了 但是在军队里面我心心念念的还是取义 所以就利用放假的时间出来录制大话成语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成语故事叫做汉谢一气 唐熙宗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崔汉 他很有才华 唐熙宗就让他当主考官去选拔科举世子 等到考试的结果一出来 大家看到状元叫做崔谢 就开始议论纷纷了 有人就说呀 你看这个状元跟我们的主考官 关系不单纯 名字太像了 一个叫崔汉 一个叫崔谢 他们两个肯定有关系 咱们再观察 到后来崔谢又是第一个被分配到外地去当官的 又有人说了 你看吧 我就说吧 崔汉跟崔谢肯定有关系 他们两个很可能是兄弟 汉谢汉谢 这两个字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 有人说 这叫做主门声 汉谢一气 那汉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是地上的地气 也有人说是晚上的露水 其实这个成语故事 是一个冤假错案 怎么呢 因为史书上有传 崔汉他们家四个兄弟 大哥就是崔汉 老二崔丁 老三崔谭 老四崔姨 根本就没有崔谢这个人 所以说崔汉 崔谢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根本就是那些没有考上的考生啊 硬把他们凑在一起 搞出这么一个汉谢一气 那汉谢一气这个成语 在现在用在形容人 臭味相投 勾结在一起 今天的大话成语 就到此 结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